规模6.2强震 甘肃青海100多人丧生 灾区天气酷寒 受困者面临生存挑战 还记得金藏演绎的地标吗 所有帆布回收做成环保贷 原来要历经五道工序 历史今天 日本慈祭志工在公园发放热食 皆有受到鼓舞 打工存了机票钱 回到台湾专程认识慈祭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今晚头条新闻 我们要向这一群受灾的人 送上祝福 也关心救灾的进度 那就是在昨天的深夜 中国大陆的大西北地区甘肃 发生了规模6.2的强震 邻近的省份青海 也同步感受到摇晃 现在罹难人数 已经超过100人之多 整个救灾工作是争分夺秒 因为灾区的环境非常的严苛 我们来看昨天这一起地震 发生的地理位置在基石山 这是甘肃一个回族的自治区 这一起地震的规模6.2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目前为止累计有118个人 罹难还有500多人受伤 其实中国的大西北地区 本来就是断层带非常的复杂 也是地震耗发的地区 从17号开始接连三天 已经发生了超过300起 大大小小的地震 而昨天这一起地震 之所以造成这么重的灾情 原因有很多 第一个是说当地的房屋结构 本身就是土胚房 或者是专造房屋 地震一摇 他们不耐震就瞬间倒塌了 另外镇央的所在地 隔壁就是县城 也就是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 第三 这起地震发生在昨天深夜的 11点59分 再过一分钟就要隔天了 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睡梦当中 来不及逃生 而现在救灾工作也很难 原因是灾区的地温 已经来到了零下14度 天寒地冻要救援 本来就不容易 加上很多地方交通已经中断 通讯也是中断的状况 专业的救援人员都说 原本以为有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但是在这么低温的情况之下 受困的人恐怕熬不过三天 他们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抢救生命 一阵轰然巨响 接着就是剧烈摇晃 建筑物二楼的墙硬身倒塌 玻璃全被震碎 还有画面录到吃宵夜的民众 往餐厅外冲出去 学生也逃出宿舍 有人披着被子 还有人外套都来不及穿 跑到街上避难 真的特别厉害 我跟我姐 睡在那个里面的房间 整个房间 整个过道都在抖 哎呦我吓死了 真的 我姐 我跟我姐裹了个衣服 裹了个被子 把麻烦就爆出来了 中国大陆甘肃省 临夏州基石山县 18号深夜11点59分 发生强症 规模6点2 震源深度10公里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地震摇晃长达20几秒 有民众受访时哭诉 家里房屋倒塌 差点就被活埋 但因为余震不断 全家就在零下十几度 露天过夜 差点没跑到 我们这边又开始了 就已经很严重 很多那个房子都塌了呀 地震后 救援队把握搜救黄金时间 在瓦砾堆下 找到一名受困孩童 小孩吓得不停哭泣 救灾人员赶紧喊话安抚 宝贝在外面等你呢宝贝 其实我们在孩子的身体旁边 已经发现了一句年轻女性 和一句稍微延长一点女性的遗体 但是我们不能告诉孩子 震后过了一个晚上 救援单位展开第二阶段搜救 白天空拍画面看到 许多建筑全都毁损 甘肃省灾害中心副队长表示 低湾可能增加救援困难 根据当地气象单位预测 未来几天基石山线 低湾最冷可能来到零下十四度 由于政局交通条件限制 请社会志愿者 政区外全部 社会出料 等不要前往政区 避免造成交通拥挤 专家分析这次地震 由于当地建筑物抗震性能差 再加上政区人口相对密集 又发生在深夜 民众来不及逃生 导致死伤惨重 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好 这起地震的镇样是在甘肃 但是临近的青海也传出了重灾 透过这个画面您看到 它是空拍 青海变成了一片黄泥 原因是地震之后 这里发生了土石流 许多的房屋 村庄都被掩埋了 但是因为青海的通讯 更加的不方便 交通也更远 所以青海到目前为止 没有进一步的灾情传出来 我们也会为大家后续关注 而至于在甘肃这一起地震发生之后 政府的救灾脚步是快的 因为临时帐篷已经组装起来了 灾民三餐无余 也有保暖设备 而且民众之间互助的能量 是非常的强大 我们在灾区捕捉到 这样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计程车司机 打开自己的车门 让刚满月的小宝宝还有他的妈妈 能够躲进车子里来避寒 另外灾区很多在一楼的商店街 不约而同的在房屋兼顾的情况之下 把自己的店门打开了 邀请那些参风露宿的受灾民众 通通进到屋子里来避难 这里也可以取暖 大家要一起度过最难熬的这几天 零下十几度 好多逃到户外的民众 无处可去 身体发寒又害怕 面殿老板吆喝 进来取暖吧 老板眼中的小事 却是流进心头的一股暖 还有计程车司机毫不迟疑 收留了刚满月的宝宝和坐月子的妈妈 有个宝妈抱着一个多月的一个孩子 放到我车上 难过一点嘛 六个人嘛 让娃娃们受冻嘛 对吧 寒风刺骨老师带着住校生生活 取暖唱歌 驱走震后的金黄 重灾区甘肃省大河村 打起帐篷临时安置 也递上灾后第一顿早餐 先一个人一份 仅然有序排队领牛奶水煮袋和馒头 午餐也有善心人士现场煮热食 地震后的第一顿午餐 来自当地的热心人士提供了免费的牛肉面 为大家提供午餐 让大家中午可以吃到一碗连汤袋水的面 可以去走延寒 行动厨房陆续在灾区开张 救援队遇上落单的孩子 也把身上仅存的水给了他 一对小兄弟看见路过的救援警车 立即挺直腰杆 敬礼致意 地震英雄并非像电影里都披着披风 而是穿梭人群陪伴一起度过 是黑暗里亮起的繁星 大新闻综合编译 灾命在今天晚上会度过灾后的第二个夜晚了 昨天是第一天大家在露宿街头的情况之下 今天总算有了帐篷或者临时的避难之所 我们一起为灾民祝福 也要关心救灾的进度 大爱新闻会持续的为您追踪 回到台湾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您还记得他妈看起来好眼熟 原来他是前一阵子精脏演绎的时候 帮助大家定位的地标 现在全台的演绎都已经圆满了 一张一张巨大的地标统统回收 永续他的物命成了首提的环保袋 但是困难来了 因为这个地标是一张巨大的帆布 这么硬的布要做成环保袋并不简单 原来要历经至少五道工序 而且每一个环保袋都是纯手工制作 每一位来制作的师傅 也都有着一二十年的裁缝经验才能胜任 人手一个抱对着镜头走台步打仿秀 化身model的他们可都是一身绝活 对剪后用圆筒卷起来暂时存放 而圆头少不了这个动作 它这个张的东西 是用什么擦 酒精 在裁剪以后我们还第一要吃的把关 把它又用得很干净 这个灰尘黑黑要擦起来 有洞洞你那个布擦不大 就要用胶带 对啊 然后我这样子 我这样擦的时候就不用一条一条 一手碰住一手拉 因为环布嘛 对啊 炎弧形不好弄 来这边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从不会到 师傅你的功力几年 我功力 我应该是年轻又从事这一个行业 30岁了 现在67 先把所有的里边的都车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滚边滚上去 然后再合起来 你能够车到20个可能就不错了 一天 合体成功后 接下来还有细活慢工 那这里滚边 下面有压 上面没有压 我是在压上面这一条 最后的最后 擦拭再擦拭 拿到的时候 其实它看一下 每一个都好干净哦 每一个袋子都有故事 这边是我们当初地标为炉的 这个是六类像的 我看到这个飞天就想到 我自己从飞天 要跑到六类像的时候 我跌倒了 对 你都可以拿着这个袋子 你可以跟人家见人说慈悸 地标以待 五道账 五道水 大约新闻小智杰谢启全 余国伟台北报导 黑猩猩的智商很高 大家都知道吧 现在科学实验更证实 它有过目不忘 和超强的记忆力 竟然还记得26年前 认识的老朋友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什么是圣食 因为卖相不佳 标签过期等理由 从货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买太多 来不及吃掉而丢弃的 都算是圣食 也就是说 圣食是可以吃 却被浪费掉的食物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调查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 高达13亿吨 足以为保目前 全球8亿4200万 挨饿人口的两倍以上 在台湾 每年便利商店 量饭店和超级市场 浪费掉的圣食金额 超过38亿元 换算成营养午餐的餐费 可以让34万名 弱势家庭的孩子 吃上一整年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台湾行之有年的 厨余回收制度 甚至还细分 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 盛食在台湾 仿佛有了第二春的好亏宿 让我们在丢弃食物时 少了一些罪恶感 我们刚开始 就是隔夜的面包 我们就丢了下去 谢谢 给人家用的话 你会感觉说 就是物尽其用 没有那么浪费 毕竟还是可以吃 对啊 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说 看到我成立了 才变成一个超级市场的食物浪 我们确实丢掉许多食物 外观不够完美的食物 卖不掉的过期食物 消费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们眼中 失去价值而丢弃的食物 对某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却是赖以为生的美味针修 这些摊商 他们不管卖鱼卖肉卖菜 卖水果等等 那在他们这个食材 就是说不要说一直卖到它 不能卖了然后丢掉 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食材还堪用的情况下 能够捐出来 给我们物封在地的社区扮演协会 来把它喷煮 之后然后给工餐 给当地的老人加持 买得不出力的叫他老乞 让我们这样 那些人也都有爱心 他就都老乞 这剩的东西我也优先啊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 才有价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费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费 尤其台湾这一块的爱心浪费 跟食物浪费这一块 是非常严重 其实社区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饭菜 供弱势的独居老人温饱 利用圣食温暖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价值 食物是许多人辛苦生产出来的 更遑论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许多人正在缺粮 无法温饱 了解食物的来源与珍贵 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此季在土耳其住学 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这一段岁月过去也看到了教育的开花结果 因为九年来有许多的学生在这里读书 学习土耳其的语言 也融入了当地社会 甚至他们毕业之后 还常常回到学校来 原来是每一次的词剂发放 他们都主动回来当志工 从来没有忘了 这个孕育他们长大的爱心基地 传说在发放现场 大二生法德 用土耳其语言 为等待的居民解决难题 是照顾户和志工的翻译桥梁 土耳其次记者公 第二次来到 阿裕普苏丹市文化中心 关怀贫困居民 市长丹尼斯特地来参与 限制卡发放 让强症后的居民减缓家机负担 从满纳海国际学校毕业 就读经济学院的大二生哈山 曾经跟着慈悸救灾 让他从灾难中 看到另一个苦难世界 利用课余时间贡献自己的良能 让这群返校毕业生 感受助人的喜悦 大爱新闻真上美之工 穆罕默德 艾蜜娜与自成 土耳其报道 孕育这群孩子成长的 除了慈悸之工之外 还有在土耳其当地 一群非常有心的人士 比方说曾经担任副省长的 阿里先生 今年也受证成为上人的弟子 成为一位慈悸之工 这一次他专程返台 是为了告诉上人 慈悸在土耳其的慈善园区 汇聚了众人的善念 将来可以帮助更多人 这一块土耳其中的一块土耳其中的 圓满地完成 但是心啊 我们是永恒在一起 为大地人类服务付出 上人特别站起来 和阿里先生讲话 表达一份尊敬之意 也期盼了土耳其的慈善园区 能够在更多 像阿里先生这样的人 共同帮助之下 能够因缘成就 将来有机会帮助更多受灾的人们 另外今天也有一场 座谈讲的是辅具平台 慈记的辅具平台成立 从2017年到现在 也有一段时间了 累积了许多的工作经验 也帮助了不少家庭 其实台湾本来就可以 做辅具的租借 但是资源有限 往往要排队三到六个月 而慈记的辅具平台 几乎是随叫随到 这里头都是志工的一份爱心 所以阿嬤现在没有梯 我现在实在是非常感动 你现在会命要延续 是 来自基隆的陈建宏 是标准的慈三代 会在基隆辅具团队做事情 他说一切都是有位资深的 慈记志工阿嬤 给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下午大台北地区 辅具团队与上人温馨座谈 慈记志工李兴宽 是关渡辅具团队议员 在环保的时候也常遇到很多 在环保站都受到很多 坏掉的伦理啦 这些辅具 那时候不知道 其实也是都当派梯 把他背背掉 在旧式公寓爬上爬下 李兴宽不是搬家工人 却恰似搬家工人 为了运工辅具给关怀户 练就一身功夫 对辅具一窍不通的他 如今可以从废弃辅具中 拆东补西 修好整台轮椅 然后我们把相同牌子的伦理 把它集中 那他们的零件 其实是规格都一样的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两台三台 我们就可以把它修成一台好的 这个时代呢 真的很有情 很有感情啦 而且人人见证啦 不是说 哇 过去百多年前 两千 两千 几年前 那已经没人能够见证啦 现在主座呢 总是 大家就是历史中的菩萨 我们现在呢 真正的慧命啦 慧命 延续 大家见证 一 二 三 五 三 志工的爱上人关怀用勉励 在这很濃动的时刻 他们的故事让人充满温暖 戴新闻王以迁 万家宏 李明华 台北报道 在非洲很多国家 长期缺水影响农作收成 也让祸乱这种传染病 蠢蠢欲动 台湾自来水公司 这一次和慈祭签约 将用他们的专业经验 还有设备 来替星巴威 解决水质污染的问题 星巴威是一个辛苦的国家 因为它从殖民到独立 都欠缺基础设施 没有储水设备 导致于老天爷降下少少的雨 他们也留不住 甚至有水源污染的问题 存在已久 再加上星巴威连年的干旱 导致饮用水一直是很大的问题 此季从2008年开始 协助星巴威的改善水源 一开始发放的是净水药丸 后来为了扩大效应 改为藻井跟维修水井 让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都拥有干净的水源 星巴威的状况来看 霍乱湖郡在当地是一个 目前是一个很大的 生命的危险 非洲或者是在尼泊 印度等等地区 虽然他们都已经有水了 可是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些水量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池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让他们安心使用 第一个 我们测水中总硬度的湿值 一秒钟就可以了 我们再去比对 它瓶子上面的这个颜色 像这个是测铁 那这个是测色度 这个是测鱼氯 水质检测技术 台湾自来水公司 吸收厂商不藏私 现场星巴威莫三比克和印度志工 透过身旁翻译学习药领 这个是一个培养箱 我们要让它这个培养箱 维持在35 正负2度C的温度下 去做这个菌的培养 粉红色到紫红色之间的 就是我们的大肠杆菌群 这个长颜胡菌 它的这个方法步骤是一样的 水质检验的这些项目呢 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 一个类似一个急救箱的一个概念 让它带回到它的服务的地方 那透过这一个检验的内容 让它能够更安心地用水 所以除了台水公司全国的一个团队之外 那还有这个A-Team 也就是台水所组成的国家队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专家团队 就是我们台水历年退休的 非常资深的技术人员 为卫生安全用水把关 也为软性坏胶 注入一股活税 台湾新闻 陈品珍 李明华 肖智杰警员级台北报道 考考您 假如有一个26年不见的老朋友 您可还认得出他 或者记得他的长相吗 人类不一定做得到 可是星星可以 因为现在科学实验证明 用很多照片给星星看 他能够一眼认出20多年就曾经见过的老朋友 而且人类跟星星之间的感情是日渐浓厚了 也更加的了解这个灵长类的动物 他们可能比人类要聪明 智商要更高 而且他们有着超强的记忆力 就好比刚才说的 认得20多年前的老朋友 还有一项最特殊的技巧 就是他们过目不忘 看看星星跟真古德博士抱在一起的场景 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温馨互动 用手指拨弄玩具 小星星好奇又开心 美国最近更有研究发现 黑星星的记忆力可能仅次于人类 这个研究表现出现我们的猩蜂和谷鹅 当他们看到有个众面 特别是一个他不会看过长期 他们会感到充足 他们似乎好像真的感到与我们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研究 将星星许久未见的对象 投放照片供星星观看 一边是他们曾接触过的黑星星 另一边则是完全陌生的对象 结果发现实验星星对朋友的照片 一致性地會注視較久 有一位朋友相隔不見的時間 甚至長達26年 讓研究團隊相當振奮 Chimpanzees and Bonobos are the closest living animal species to us, humans W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o study their long-term social memory and compare it to our own because we are so closely related 依依不捨野放前 緊緊擁抱朝夕相處的科學家 體現萬物皆有情 研究團隊指出 人類對面孔的長期記憶 可達48年 這份最新研究首度發現 除人類外 黑猩猩是有紀錄以來 擁有最持久社會記憶的動物 而在短期記憶方面 日本京都大學也發現 黑猩猩不僅能從觸控螢幕上 快速地將數字從1按到9 當數字被方塊蓋住時 還能迅速地再做一次 打敗16名大學生 也顯示黑猩猩過目不忘的能力 可能比人類更有益 大愛新聞綜合編譯 從喝到一碗熱湯開始 鼓舞了他的身心 日本一位街友開始去打工 存了機票錢回到台灣 他專程想來認識慈濟 休息一會三分鐘廣告之後 回到新聞現場 歷史今天單元 帶您看日本的街友發放 豬阿蘇不是吃花喜而已 開口凍時無不適法 吃也是一樣 若能吃出道理 改變生態 就是功德 聖策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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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开心 我也喜欢 萌表 要大一点 谢谢 微笑 地球共同的语言 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都称之为营养不良 偏食 飘食 或摄取过多的脂肪与糖类 都会使体内缺乏适当的营养素 对健康产生威胁 会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们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个需求量 点餐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 你这样子点会不会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可以选 比如说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刚开始就可以选择 他要减量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一年回收的厨余量 约65万公吨 而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厨余 一年更可能高达200万吨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好厨余回收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更可以借由厨余再利用 让圣食再回到餐桌 处理家中厨余就是这么简单 一键按下经过24小时再打开盖子 就变成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里面就开始做厨余的一个处理 自己产生出来的肥份 自己还有种菜 这样的话菜还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后变成厨余 之后又回到肥料 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一个循环 根据台大公布的统计数字 台湾每年损耗的食材量 约368万吨 平均每日每年浪费158公斤的食材 高居亚洲第一 每样农产品都是农民的辛苦结晶 要爱护农业 滋养大地 首先不要浪费食物 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强烈大陆冷气团还要影响台湾几天 低温可能要下滩到8度了 请大家注意保暖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比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是比秀 今天下午北台湾逐渐降温了 水气也增多 所以保暖衣和雨伞出门要必备咯 我们先来看明天降雨 几率比较高的地方在哪里 上午8点到晚上的8点 马祖有短暂雨 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 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那么南部山区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的天气 而明天晚上8点开水的12小时降雨 几率比较高的地方呢 是在桃园以北到宜兰 其中的东北角以及山区 因为地形关系雨量比较多 而下雨的地方加上低温 体感会觉得更冷 气象鼠今天的气温趋势图 我们来看到红色曲线代表的是北部宜兰 还有金门马祖 明天白天呢还有16度左右 然后持续的降温 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清晨 最冷会下探8度 其他地方像是中南部地区花冬 明天白天呢还是有机会在20度以上 但是入夜气温会降到15度 如果你有清晨或夜晚的户外行程 要注意适应温差 那么在户外工作或是活动的朋友 除了保暖之外还要注意强风的状况 东北风增强的关系 今天下午感受风力越来越大 而今天呢各个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离岛8到9级的强阵风 那么在明天清晨会持续的增强 所以呢桃园到台南 东南部沿海空旷地区 恒春半岛 恒湖金门马祖 都是有机会来到9到11级的强阵风 临近海域也是有较大的风浪 生活follow me 小丁尼要来告诉你 气温骤降疑似心血管疾病 猝死案例增加 有疾病史的朋友 请保持凉血压的习惯 或者是按照医师的嘱咐来用药 没有相关病史的朋友 也不能够太过自信哦 头颈部还有四肢都要保暖 如果出现了胸口紧闷痛 像是有个大石头压住的这些表征 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症状 千万不要忍耐 要立刻就医 也再一次地提醒 北台湾开始降温 其他地区则是温差很大 都是要提高警觉 接着提供给你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诺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 慈祭重要的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来到2009年 日本慈祭志工首度到上野公园 为街友发放热食 大家还记得吗 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海啸 许多人陷入经济困顿 日本也不例外 街友人数变多了 慈祭所发放的一碗热食 味噌汤都让寒夜不再这么温暖 日本人大家都知道 他内外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日本人不会轻易邀请你到他的家里 日本人也对陌生人总是筑起高高的心强 要不是真的鸡肠鹿鹿 有谁愿意伸出手来要一碗饭吃呢 那么常年在日本的慈祭志工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每当他们去发放的时候 总是蹲下来跟街友在一样的高度 或者是腰弯的比谁还要低 他们用这样的谦卑与真诚 让街友能够接受这一碗热食的供养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足迹 2009年12月19号 50位慈祿志工在低温摄氏9度 展开在上野恩赐公园 首次街友东令发放 发放毛毯800多条 关怀街友是此季日本分会 长久以来的愿力 从1995年与天主教山友会合作 每周捏饭团 寒冬送睡袋 2006年首次自办提供街友热食 2009年金融大海啸冲击 失业无家可归者增多 启动代代木公园 定期发放热食和毛毯 2010年更是跨出东京 前往横滨发放郁寒衣物 20多年来这群良子军 用诚意跨过隔阂 将暖意真实送达 其实要准备每一次有温度的食堂都不简单 因为在日本慈激志工的人数本来就不多 日本服务员又很辽阔 当地的志工多半都是上班族 发放的时候他们聚集在分会 小小厨房就变得非常热闹了 有师兄负责当大厨来掌舵 也有婆婆妈妈开始包饭团 因为这都是日本的常名美食 想想看这些人平常在上班 假日聚集在一起行善 当热食做好了就得运上小货车 来到发放现场 下雪的时候两个大男人扛着一碗热汤 走路都得特别小心 甚至有时候积雪深重 必须要先把雪都清除了 才能展开热食发放 这是不容易的行动 可是日本慈激志工经营有温度的食堂 已经快要20年的时间了 久而久之跟街友之间也培养了信任感 那一道新墙也慢慢卸下了 看到慈激志工到来的时候 街友会主动排队 非常有秩序地领取热食 也知道每到冬天的时候 慈激都会发放厚厚的毛毯 袜子甚至于是外套 让他们度过这一个冬天 甚至有人会静下心来 听一听慈激故事 了解慈激到底是什么 其中有一位伯木冬树先生 在2009年代代木公园的发放 他认识了慈激 从此他对这个团体非常好奇 这一碗热汤也鼓舞了他的心灵 想要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他开始去找工作了 他为人打工 排队 买限量商品 这个打工让他存了一点钱 终于能够买一张机票 回到台湾 亲眼见到上人 听一听说 到手上的 来る時までは 色々お会いしたら こういうことも質問したい あーいうことも質問したい 色々考えてたんですけど 空港出る時になっても その考え方が全部 伯木先生从街友变志工不是奇迹 而是长年来爱心的累积 虽然他在2017年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人生的最后是有尊严的 而且他也从街友变成志工之后 已经在自己心里种下一亩凉田 上人就说这种街头不失 就是在每个人心里种下善种子 把我今生有福你付出去 跟众生结了好缘 其实这一分好缘就是回缩的种子 他脱离苦难 我们看见滑喜充满 当你这种付出五手球 看他得救 听到在公园的便当 你们可以再想想他们来领便当 那一分的欢喜 你们的付出 他们领受到 他欢喜 你也欢喜 这叫做福远 日本其实是一个富裕的社会 要以街头为家 其实谁也不愿意 可是在流浪的日子里 假如有人愿意弯下腰来 奉上一碗热食 说点鼓舞心灵的话 那么相信在那一个瞬间 街友们都感受到了 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平等 也鼓舞着他们振作起来 持续向前 这就是历史今天 为您回顾日本的街友发放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一座 有艺术气息的医院 在台中慈激医院 资深的护理师 其实也是一位艺术家 现在医院里正在展出他的画作 画了一只鹰 为什么意涵 希望自己能跟那些鸟样 飞到很远的地方去 绿意盎然的森林 湛蓝无际的海洋 翱翔山野的飞鹰 悠游自在的鸡豚 作品充满生命力 这是他14年来担任护理师 抢救生命的心情转换 在画里找到那种重生的感觉 我觉得这份工作 让我看到很多人 无法接触到的一个面向 会让我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林英超主任自掏腰包 买下三幅画 不偿私地挂在医院 还鼓励于佩伦 展出其他画作 让大家看到医疗同仁的斜杠人生 培养出自己的嗜好 让我们在生活中 工作中的压力 能够有一些宣泄 医院里面 如果每个角落 都有那样人文关怀的一个感受 让病患可以感受得更加深刻 身在开刀房 心无所限制 于佩伦不是一名 被护理工作耽误的画家 而是满载着希望 勇往直前的梦想家和实践家 大爱新闻 张泽仁 欧阳光辉 台中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